我是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 关注农村教育了 跑了好多大山 去了好多的贫困山区 看到那一群一群的孩子 还有一群一群那些大人 那个眼神都是呆滞的 你看这张片子就是 这些人没有一个结婚的 没有一个人读过一篇书 看了这些人 我说我没法去帮他们了 我只能是拿着相机 在帮那些个七八岁 八九岁 仍然还背着个草筐 拉着个羊 觉得这些孩子只要是 有了一个机会 你给他一点阳光 他就灿烂 给他点雨露 他就滋润了 你看拍那个松明娟 那个大眼睛 他今年已经被推选为 共云团十四大的代表 我觉得他是一种感情 是全国人民 对失学孩子 和农村的那些苦孩子 是真正的一种期望